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彼此小人 长国家就是做国家领导 做国家领导务实致力 致力于什么什么事情 作为国家领导 他却致力于财用就是挣钱的 一定是由小人来来引导他这么做的 他作为向这个最高统治者提醒 说你作为国家领导 如果你要把眼睛都放在钱上 光琢磨怎么挣钱 肯定你身边有小人 他引导你这么干 那你对身边这些大臣 谁给你提什么建议 你需要反思一下了 比为善治 小人之始为国家灾害兵治 这个比为善治 朱熹认为这上下文连不上 可能是有缺文 可能有脱文 有抄漏的话 但我觉得要怎么理解呢 这个比应该指小人 比为善治 说小人就擅长这个 小人就擅长 怎么敛财给国军出馊主意 像我们今天说 咱们把退休年龄往后厌一厌 这就典型的 在我眼里那些倒霉学者 凡是提这个建议的深吾而痛觉之 这就是聚脸之臣 告诉你这样你能省多少钱 老算计这事 他说小人最擅长做这些事 但是小人你要让他来治理国家的话 你这个国家会灾害兵治啊 天灾人祸就都来了 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以 说如果你让一个小人来治理国家 你把眼睛就盯着怎么挣钱上 那这个国家会灾害兵治 即使你这个国家有好人 你大臣里头有好的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 你国家一旦走到这一步 即使有好人 有优秀的大臣 他也无辱之何 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可想 他也没招了 就是那个戒臣 他也帮不了你了 所以一定得把这些小人在身边 把他排斥出去 此位果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最后归结一句话 国家不能把挣钱当做利益 你要把义贯彻这个道义 作为你的利益 这是大学的最终结语 截篇截在一个利上 怎么去对待义 怎么去对待利 这个在后代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古人称之为义力之变 义力之变 就是这个义和利 他们俩什么关系 你怎么去理解 他们俩什么关系 这个叫义力之变 那么按照儒家的理念 非常清楚 是把义放在前头 把利放在后头 不是不讲利 但是不能用利压过义 优先强调的是义 要让利服从于义 而不能反过来 这是儒家的理念 最后大学的落脚点落在这里 说为什么呢 通篇文章最后落脚点落在这里 给我们一种什么启示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完善走向成功的宏伟蓝图 这个我们反复强调了 那么你人生什么叫成功 不能以利来评价人生的成功 他最后要把这事说清楚 大学教你从格物制之修身开始 做到其家治果 是你一个通过自我完善 事业走向成功的一种宏伟设计 但最后用毅力之变来作为全文的结尾 他在暗示你 也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你说大学是教我们怎样走向人生成功的 那人生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你最后得把这个事谈清楚 人生不能以钱的多少来衡量成功 这是儒家的看法 如果你是这么一种价值观 看这个人是否事业有成 就看他挣多少钱 这人年薪十万 普普通通平常人 这人年薪一百万 哎呀 事业不错 这人一人能挣三千万 这个事业干得好 好像这是我们当下的评价体系 在儒家看来这是错误的 毅力之变 毅已放在利前头 钱不是人评价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 他最后要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 更重视的是义 利前的多少不是评价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如果把这个作为唯一标准 那就有很多事情 理不顺了 而且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了 你只有做到以义来统帅力 然后你才能做到 人者以财发身 然后你才能做到 前面我们说的有财 词有用 如果你讲 钱 挣钱多少 作为评价人生的唯一标准的话 那么最后你就会去以身发财 就走 就下到了 这个人生的境界一下就下来了 人生层次一下就下来了 所以最后大学最后一个自然段 强调的是这个问题 以这个结尾 整个大学讲给我们的是人生成功之路 然后最后提醒我们一点 评判成功的标准不能以钱为唯一标准 那么大学我们就全讲完了